黄鹤楼 作者 崔浩 五周 日暮相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 使人愁 这首诗也是非常著名的哦 诗的意思是说 传说中的仙人早成黄鹤飞去 这地方只留下空荡的黄鹤楼 飞去的黄鹤再也不能复返了 唯有幽幽白云 突然千载依旧 汉阳秦窗阁的避数历历在目 鹦鹉舟的芳草 长得蜜蜜绸绸 时至黄昏 不知何处是我家乡 面对烟波渺渺大疆 令人发愁 这首诗是吊古怀乡之佳作 诗人登陵古记黄鹤楼 泛兰眼前景物 急紧而生情 失信大作 唾口而出 一泄千里 既自然红利 又饶有风骨